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雅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這個防禦地形輪迴殘虐獵物齁 這邊帶大家用這一次 免費神隊長冥王哈迪斯來通關 那龍科一樣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我這邊的話是帶悲迷糊的那個暗屬性喔 好前面幾關的話血都很少 哈迪斯的玩法大家應該也都還有印象吧 去手銷全光全暗 除了會有80%的減傷也會直接幫你加八康上去 那你只要有達到八康的話 隊長機會再觸發齁 就是額外的被攻追打這樣子 好啦前面幾關血都很少 所以可以看到我基本上都用少少的combo 就迅速把他們帶過這樣子 那也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關卡基本上可以不要打第二次就不要打第二次了啦 太累了 你要專注在20關上面 你可能打著打著不知不覺半小時就又過去了 當中可能包含你失誤黑科技的地方 就會花你一堆時間 所以不要打第二次 就不要打了 那我這邊關卡裡面是也有失誤啦 所以等一下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快轉片段 啊不是說快轉就一定失誤 也有可能是我在洗技能的過程 因為我不太想要把影片弄得又臭又長這樣子 好這一關是首消泉水指定五康 好那你泉水的過程中其實也不一定要去消全光全暗啦 但是前七關限定好不好 前七關你不一定要去消全光全暗 然後後面 再去消這樣子 因為前面七關血都還算少 好這一隻的話是六康 然後轉珠的時候才會顯示 二血的話是復銷重製 然後有一個五鼠盾 這個只是五鼠而已 沒有五鼠強 也沒有五鼠追擊 所以你就把板面上的珠子弄到 有就好 不然就是直接開泳裝的艾莉雅 這也是可行的 好要注意那個喔 防禦地形的位置 不要開了艾莉雅太爽 直接就一個L型嚕過去 那你的角色就會準備噴一隻了 除非你結界地形剛好在L的最終端 好接著是不能首消火的指定六 那我這邊的話是去把火炸掉 好那就去轉六康就好 呃這邊一樣啦 不一定要首消全光全暗 就是有轉到就好了 好這邊的話 我自己有去轉全光全暗 不過不是必要啦 這一隻血也還好 沒有說真的到太多 欸沒有 我是沒有轉到的那一個 好那就要分兩回合帶走了 好啊這一隻你只要不消到火是沒事啦 好這應該是我第一次失誤的地方吧 等下可能還會有一螺框 哈哈 第二次失誤馬上來了沒有轉到六康 好啊這隻就是慢慢去把他帶走 沒有什麼迫害性 一來是他CT2 二來是打你也不會死 你只要不要消到火 都不會死吼 打這種關卡真的算蠻累的啦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說 能不要打第二次就不要打第二次 注意力太集中了 會有後遺陣 好接著來到第七關 第七關這邊的話是手消全光 然後有一個燃燒軌跡 這邊其實我們只要注意一件事 去手消全光就好 剩下你幾乎不用管他 繞大圈一點 就是盡量繞不要讓他燒到 然後轉到防禦地形 這樣就好 你可以看到我也只轉了一個手消式 但是傷害就足以把他們帶走 所以不用太高康 來第八關是滿板盾 這邊的話開哈迪斯 然後 對開哈迪斯如果剛好是暗的話 就會整版變暗 就是如果剛好是在暗的角色 拉珠子的話 他就會整版變暗 那下一回合如果你很不巧 就是輪到那兩隻光的 那就是慢慢跟他對魔吧 我這邊是沒有發生這種事啦 就剛好還是暗的角色被鎖住 那就直接拉到防禦地形 就直接滿板了 好接著是七康 好那這個七康的話不用擔心 要擔心的就是 你遇到的是三屬還是光暗星版本的 如果是遇到光暗星版本 你要記得手消全光全暗的情況下 不要不小心把他們切開了 把他們黏在一起消喔 好啦那我這邊遇到的是三屬 我覺得這一隊遇到三屬算 算好運吧 就是你可以去把光暗盡情的手消掉 分不同組也沒關係 可是如果你是遇到另一隻 你就要把他綁在一起了 好再來第十關 好第十關這邊是 討厭的數字盾 而且還會把你龍科擊碎 這邊是二十一顆版本 不能失誤齁 先講不能失誤 因為這一隻有無視減傷 那這一隊的轉珠秒數其實算很長啊 你可以看到我在那邊嚕個半天 齁時間都還剩下一大堆 所以如果你用這一隊的話 不用太緊張齁 阿你有轉到基本上就帶走 來再來二血回復顛倒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先開卡諾點燃他 讓他變成暗鼠 我們才有辦法打出傷害 你如果是開潘朵拉 他會轉成火鼠 雖然他本來就是火鼠啦 但是這一隻有克鼠盾 我們沒有辦法打出水的傷害 就會呈現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所以這邊記得先開卡諾 呃遊戲裡好像是翻譯叫加龍是不是 好啦反正就是雙子座好不好 好那這邊就是靠著光的克鼠打過去 來接著十一關 好我們也不知不覺來到一半了 十一關是三隻隱身的 這邊開 哈迪斯 然後看你要抓哪一個 反正就是讓他全版變一樣的 你要抓光抓暗都可以 你也只有光暗可以抓啦說真的 那這邊的話都不會手銷到他要的屬性 就這樣子一扛一扛把他帶走就好 啊扭銷全光全暗還直接幫你加combo 所以傷害也不會太低 好啊哈迪斯再接著開 因為還有兩隻 那這樣子的話是帶不走 因為他們血其實有點多 但是下一回合是可以先帶走右邊 那最後左邊那隻就看你要怎麼去料理他了 反正就是藉由哈迪斯兩隻 然後輪班把他們幹掉就對了 好那這邊就帶走最後一隻大西瓜 來接著十二關 十二關這邊的話是那個齁 銅牛 然後不能手銷到火珠 這邊你火珠做一康銷掉是可以 但是你也要手銷全光全暗 不然他追擊過來一樣會死去 所以要記得齁 啊火珠也只能消一康 欸等一下我有算過啦 好像兩康也可以 但是我這邊保險起見 火珠真的太多就是做一康 黏在一起消掉就好了 好那你先跟大家講這一關 我有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我想說不要開招啦 然後就慢慢去跟他磨 結果好像他血有點多 我就多磨了幾回合這樣子 好因為這一隻有 兩回合減攻99% 而且不是那種你可以用附加消掉的 他是直接在他身上的 所以你只能等他兩回合過 好對我這邊就想說不要開招 然後慢慢就跟他對魔 結果發現 嗯他血量是真的蠻多的 有點小後悔這樣子 啊這邊如果你真的說要開招的話 卡諾開下去把火炸掉也是ok啦 或者是你乾脆艾莉亞把它轉掉 然後不要去手消火 也是可以就是看你怎麼去處理他 嗯因為下一關的話 十三關是八康然後福石加護 那邊也不會用到主動技 那接著十四關又鎖技你也不會開到招 所以你說真的這邊要開 ok啦十三十四關就夠你洗回來了 好對我這邊真的就是 多花了幾回合時間 好啊這一關你只要 不要消到火 慢慢去把它磨掉都可以 消到火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你就是要再花更多時間 比我更多的時間去打掉他 好啊這邊要記得那個齁 好啊我這邊還剛好 沒有手消全光全暗 最後那個結界地形有沒有 這一關真的拖太久 超級久 好啦我最後真的受不了就是 開個慈愛 欸對啦慈愛其實也可以啦 如果你火珠太多 因為慈愛是直接幫你轉 隨機兩個角落出來 所以 有很大的機率可以幫你處理掉火珠這樣 好我最後真的受不了 我就左右各給他一糠 然後手消到全暗這樣子 好啦就這一關有沒有發現 我大概拖了兩三分鐘 一關而已 抱歉這邊跟大家說抱歉 好接著13關 還記得我說13是一個暗號嗎 因為下一關鎖記 然後又要手消指定7 所以這邊我們如果有buff 可以帶到下一回合就開下去 我這邊是直接開潘朵拉 好啊就一樣去手消全光全暗 然後把護盾留下來就好了 好啊如果真的天降消到 就再多花幾回合 好這邊就直接帶走 來接著14 14就是手消指定7 然後越攻越強 初始攻擊就已經9萬了喔 那這邊的話就是去手消指定7 慢慢轉 這一隊的話我剛剛有說轉租時間還蠻長的 好欸要記得手消全光全暗 好那因為有潘朵拉的2.5倍啦 所以這邊你有轉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直接帶走了 好接著就是15關 15關這邊的話 欸先跟大家講一下齁 如果你的潘朵拉開完 因為我們剛剛是這場比賽的第一次開潘朵拉 如果你開完 你的回復還在持續被歸零的話 因為這個是當前版本的bug 所以跟大家講 如果你還在持續被歸零的話 記得關掉遊戲再重開一次 這樣子的話回血就會解掉 你看像我這邊就遇到了 這邊的話沒有辦法回血 好重點是第一回合我還沒發現 往到第二回合轉完才發現 所以我等一下可能會有一個關後台的動作 阿你如果是影片進來 從頭開始看 然後尾巴 你就直接點尾巴看結局的 你不要問我為什麼龍科恢復了 就是直接 對 直接把影片重開一次 因為你重開遊戲的話 他龍科就會恢復 包括你變身也會啦 你變身的話 他龍科被擊碎的部分也會回來 只是使用次數還是0 我這邊就做了一個黑科技阿 這也不算黑科技阿 就是重開遊戲而已 因為我根本也不是轉租失誤或是幹嘛 對 只是單純遇到BUG 需要重新開遊戲這樣子而已 阿這邊就沒事繼續轉 阿如果你黑 你重開遊戲的過程中 你打開發現 欸 他怎麼要打你了 你趕快 再重開遊戲第二次齁 理論上來說不會啦 就是你如果是在空檔的時候 重開遊戲 阿你如果是那種轉租轉完 他已經 開始在消除天降 那時候你做黑科技的話就很容易 對 你重開遊戲阿就打過來了 好阿這邊的話就是 集到10個機械印記之後 這一關是集機械印記10個啦 然後不能手消木 集到之後你就可以去把他 帶走了 阿記得也是手消全光全暗 我忘記了 這一關好像我也花了兩回合吧 第一關 第一次的天降沒有那麼順利 所以只打掉大概 再比一半多一點點的血 好那這邊就是再多花一回合 這一關真的比較麻煩一點點齁 因為他的二血也很討厭 他的二血是五屬強 然後不能消三屬 好那也先跟大家講一下 有失誤 不過被天降救回來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要注意的地方 好二血這邊五屬強 然後不能手消三屬 這邊就把艾莉亞開下去 然後再去開那個 變身 最後再把卡諾開下去 卡諾去把心炸掉 然後我們就是去排珠 手消光暗就好 好啦那我這邊的失誤點到底在哪裡 我失誤到沒有手消到全光或全暗 所以沒有觸發他那個加combo的效果 不過最後天降有八康以上 就還是有觸發隊長技的追打 算是運氣好啦好不好 因為我這邊的話 最後有點猶豫 可以看到我的結界地形 應該是說防禦地形啦 防禦地形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我最後為了硬是把哈迪斯停留在 防禦地形上 而忽略了沒有消全光全暗 還好最後掉到八康 還是幫我觸發了追打喔 所以如果這邊你在排珠要特別注意 就是要去排到全光全暗 不要跟我一樣齁 好來接著這一關的話三隻狼人 這邊的話我也會稍微偷一下回合 雖然等一下會被重置 不過我還是想偷一下 就是沒有去手消到全光啦 然後全暗有消到這樣子 好這邊留了一個光下來 好這邊左右兩隻先帶走沒關係 光的那隻就稍微偷一下 好那打你之後會變CD2 這邊的話就可以再偷一回合 多偷一回合這樣子 我這邊本來是沒有打算要偷啦 不過後來想想 嗯CD2弄一弄也好 好這邊就是偷第二回合 啊不過CD1的時候要記得消全光全暗 除了確保把他帶走以外啦 你也不要那個 拿生命開玩笑 因為他打過來連擊是9萬多喔 你如果沒有觸發減傷是會死掉的 好這邊最後就是把他帶走了 好為什麼要偷回合 其實是因為等一下超級技能重置 他只會重置光以外的 所以你這邊偷回合 還是OK 好你可以偷到光的CD或EP 好來接著手消指令8 這邊我們開加龍的2技 好為什麼因為加龍2技 可以讓他減少攻擊啦 這一隻無視減傷打過來會死喔 所以如果你這邊真的很沒把握 你就開加龍的2技 把他點燃 他會減少攻擊 打過來就不會死掉了 減少70%吧 好啊這邊手消8就直接去轉就好 轉足時間很長 龍你慢慢轉 好哎呦轉到8 基本上就也直接帶走了 好你這邊如果遇到日狼的話 運氣算是比較好 對因為日狼的話只是隱藏 你開始轉的時候就會顯示了 黑白真的會瞎掉 好啊這邊超級技能重置了 只有光以外會被超級技能重置 那這邊的話等一下就是洗技能偷回合 把卡諾還有艾莉亞弄到可以跳起來就好 好那這邊如果你跟我一樣要洗的話 你可以用我畫面上這個方法 不要去手消全光全暗 然後轉隊combo他就不會打你了 因為你有轉到全光全暗 可能不小心就直接把他帶走了 就洗不到技能 好下一條血 23盾 這邊我把慈愛增傷開下去 潘朵拉 欸沒有 哈迪斯也開下去 好然後這邊 這邊再開一下卡洞去炸 那這邊23就慢慢去把他排珠排到就好了 還要記得抓你的角色珠放在防禦地形上 好這一關是落轉無效 所以你只能用這幾種方法 慈愛開下去純粹做增傷拉 他沒有實質的 實質的轉按出來 因為就是沒有辦法去開轉珠技來轉掉 好那這邊的話是兩回合內要把他帶走 因為他是越扣越強 初死就已經扣50了 第二下過來就是百分百了 好接著19關 攻前盾 這邊看你遇到不能手消水還是不能手消暗 不能手消暗 你看我將整版轉成暗也沒關係 因為你整版消掉就是直接九康 有達成條件阿連擊過來 也有減傷幫你扛住 所以不會死去 這邊就是先等他解掉 攻前 然後自己的哈迪斯狀態也解掉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轉了 好那這隻血其實也算蠻多的 所以 沒有辦法一波帶走就慢慢去跟他對魔 沒關係這個是都OK的 好阿你要對魔就是記得 手消全光或全暗 你有消到的話都不會死 比較麻煩的就是 血多的部分阿 因為你就要變成 再去專注更多回合的這個 防禦地形上面 好這邊的話再多花一回合齁 沒有帶走的樣子 好阿就一樣去消全光全暗 這邊基本上沒有訣竅阿就是不要 消到暗珠 欸對那也不能講手消全光全暗 手消全光而已 好這邊帶走那接著就來到王關 王關我們一樣一血跟他慢慢對魔就好 我們只要把左右直行的光珠都拉到中間來 就沒事了 你就慢慢去把它消掉 阿左右的話 那個是天將的命 你如果真的被天將搞死 那不能怪我齁 這個是要去血性怪 怪公司的 這不是我的錯 好阿這邊就一樣 手消全光全暗去把它做到 就有減傷加康的效果 好阿這邊就是慢慢磨啦 主要磨到卡諾的一技再跳回來 就可以準備進關了 阿如果 你一技已經跳回來 阿還沒辦法進關 就也沒關係 就是對魔 好因為我們等一下二血的話 要再開卡諾去把火珠炸掉 二血是滿板盾 然後火珠沒辦法消除 進關他還會整版幫你變成火 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這邊差不多磨掉一半了 阿你如果覺得是時候了 你就把潘朵拉開下去 那個是允許的 就是做一個增傷 反正潘朵拉是兩回合 二血的話也只有一回合可以讓你 讓你去帶走 所以 潘朵拉如果你開了之後 第二條血 你沒有一回合帶走 你要說潘朵拉效果消失了 那同時表示你也死掉了 好這邊還剩下最後一點點 其實如果被天降害到 你是可以趕快黑科技拉 但是就是看你自己手術快不快了 好這邊是最後的回合了 好這邊一血帶走 來接著二血的話 你如果要開慈愛的話記得最先開喔 因為他會破壞版面 好那最後就是開艾莉亞 潘朵拉增傷什麼時候開都沒關係啦 開艾莉亞之後呢 用卡諾去把火珠炸掉 那同時你也有一個牌珠的效果 那先跟大家講啦 避免傷害不夠 然後這也是最後一關了 所以我建議去拉卡諾的角色珠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點 你就算死掉也沒關係 反正都已經最後一回合 傷害足夠比較要緊齁 那這邊的話就是 轉一個滿版給他 好啦這邊的話就是 免費神隊長好不好 冥王哈迪斯通關這個 殘虐獵物新輪回 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